新闻媒体是怎么存活 然后为什么有些那个新闻类的网站会转成那个 也不是转的就是会增加那个购物购物商城 就是那个购物车系统 就走向电子商务 然后我在想啊就是在 观察这个市场就是 那不一定不一定准确啊只是说我自己观察感觉 像那个从UDN联合新闻网啊他们变成那个 他最右边有个那个 购物的按钮啊 就会变成 他有自己的购物车然后他开始在卖很多东西 也就是说 传统的媒体 传统媒体赚什么收入就是传统媒体他们就是赚广告收入啊 比如说我今天出版报纸 然后报纸里面一定会有工商广告 那报纸他给你看 那你买报纸他 他除了赚这个报纸的那个一份10块一份15块钱的费用 他其实最大的收入是那些广告商刊登在报纸上面的广告 收入来源嘛 那 今天报纸已经四微了嘛 就四微了已经 已经很少人在看报纸 然后转变成很多人在用手机用平板用电脑在看新闻性的网站 那新闻性网站在旁边就开始摆广告嘛 一样啊他也是要靠广告收入来赚钱嘛 可是现在有很多 有很多广告 有很多广告他是 不刊登在那些新闻性的网站上面 因为 大家都觉得这个 有很多人会觉得他不够精准啦 他宁可去把钱 依依我来讲啊 我比较 比较会把钱砸在那个 关键字广告 或者是 脸书上面去设定我的比较精准的粉丝族群的广告 我会觉得 比较多人看嘛 因为手机会看嘛 然后电脑会看嘛 对不对 然后关键字广告也是啊 他手机会看啊 电脑会看啊 那比较少人会 会说 好我今天去看一个 新闻网站 然后 放 放在新闻网站旁边那个广告 然后点那个广告去买 那个 那个成交率相对会比较低嘛 如果是关键字广告的话 这成交率 铁定是比较高嘛 因为他是搜寻他的关键字来的 所以 所以你说为什么那些新闻性网站 他们会 转变成去卖东西 等于说 他把内容 因为他本来是新闻性网站 他本来是讲究内容嘛 他等于是内容性的网站 然后再加上 电子商务的网站 把它结合在一块 等于又提供内容 又提供 电子商务的购物系统 这样 他才会有 比较高的收入 那如果纯粹只是媒体的话 他 光是要赚那个广告收入 现在竞争非常激烈 像 脸书就吃掉多大市场了 那多少人他把钱花到粉 花到那个脸书上去打广告 已经不再去那个传统的那个 报纸媒体去打广告了 所以如果你 你没有把内容跟 电子商务 整合成一个网站的话 那 你光是靠那个广告收入 我觉得会比较 比较难以支撑那个系统 比较难以支撑那个公司的营收 那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啊 比如说 我 我今天做部落格 那我的部落格会跟我的 购物车是放在一起的啊 像我自己的公司的官方网站也是啊 就是 有放我自己的课程内容 线上教学内容 然后 旁边就会有去 登我的那个 平常的分享 部落格的文章分享啊 所以我自己也是有 部落格网站 然后有公司的官方网站 我都是这样互相搭配的 等于说我又必须产出内容 然后我不可能 靠内容去拉广告来赚那个广告费嘛 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又不是那种超大的媒体 所以我们 也不可能有说很大的那种广告收入啊 所以我们必须就是 内容兼电子商务两个都同时经营 再有办法去维生嘛 那不只是我们这种小型企业 连 连那种 我看到UDN他们都已经有这种 购物系统出来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趋势啊 就是内容跟 内容跟电子商务 这是 绑在一块的 我们的领导 打电子商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